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逃避当网红 一辈子穿布鞋 江湖 还有他的传说 2014年4月 在中科院大学的礼堂里 坐无虚席 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 场内气氛热烈 掌声笑声不断 只见台上坐着一位老人 勾搂着身子 翘着二郎腿 脚上一双黑布鞋 格外引人注意 此时老人正用一口川普 低头念着发言稿 叫他衣着打扮 面容气色 与刚脱贫的老农无异 但其观点独到 言辞幽默 俨然大师风范 一个调皮的学生 随手拍了一张照片 发到网上 没想到这张照片大火 迅速冲上热搜 照片上的人 却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兴趣 一位科学家就这样 以网红的形象 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就是中国摇杆之父 李小文 他看起来其貌不扬 可在摇杆界却声名显赫 他获得无数荣誉 却甘于清贫 他一生淡薄名利 为华为代言 分文不取 贵而不显 华而不炫是李小文的 处世风格 不仅独具个人魅力 更让我们看到 低调才是撑起格局的基石 1947年 李小文出生于四川自贡的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童年的他和其他小男孩一样 板皮爱闹 但他天资聪颖 刻苦勤奋 16岁就考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他没有机会继续深造 所以在大学毕业后就到一个电子厂任职了 他一边工作 一边钻研 无线电技术 默默地为未来做准备 机会就像一件外套 从来都是为有准备的人量身定制的 1977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时 李小文成功考入中科院摇杆研究所 后来又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 枯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 李小文唯一的爱好就是看金庸小说 他尤其喜欢《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 事了福一去 深藏功与名 这样的侠客精神 自此滋养了李小文的处世态度 他专业追求登峰造极 为人低调谦逊 不为外界所扰 不受名利所累 留学期间 他就因创建李小文 斯特拉勒几何光学模型 而匪深海外 当李小文准备回国时 美方对他再三挽留 可他却说 我是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 花了老百姓很多钱 不回国 问心有愧 于是李小文舍弃名利 不问条件 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 他承担了国内摇杆领域的两大项目 在他的引领下 中国摇杆界迅速发展 在技术和设备上很快 便可与美国并驾齐驱 李小文虽然取得如此成就 但他日常生活却与常人无异 非但不见奢华 反而十分的低调 有一次 一位老师办公室的空调坏了 他刚打完电话走到楼梯旁 只见迎面上来一位 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脚上穿着布鞋 手里提着一个包 包鼓鼓的 大概装的是工具 老师赶忙迎上去 说 师傅来得真快啊 给我看看空调吧 那个人说 你空调坏了吗 等我先去报道 回头再给你看空调 老师惊讶道 您不是维修师傅吗 中年人笑道 我是李小文 啊 您就是李院士 这位老师惊呆了 他见过西装革履的院士 也见过T恤运动鞋的院士 就是没见过不穿袜子 光脚穿布鞋的院士 其实这正是李小文的日常穿着 后来师生们也都习惯了 都称他为不邪院士 低调的人生活是简单的 内心是富足的 不需要外表的张扬来炫耀什么 正如杨将所说的 简朴的生活 高贵的灵魂 才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李小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已经进入了至高境界 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研究上 而吃饭穿衣对他来说 只是一些生活琐事 他既不刻意 更不追求 网上那张光脚穿布鞋的照片 一下子让李小文成了网红 网友戏称他为现代版的扫地僧 面对节节攀升的热度 李小文颇感不自在 他选择躲起来 既然逮不到人 记者就拨通他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 无奈地说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等这波热点过去吧 可是天不随人愿 热度依然持续不退 只好在博客里 以静达好友为题 留下一个链接 里面是一个贫困线的 教师工资发放不及时的内容 他用这种方式 把网友对他的关注 引向关注普通教师的权益 低调的人都有化繁为简的能力 他们能在复杂分乱的环境中 迅速理清事情的脉络 与对待自身热度不同 李小文对陌生人经常施以援手 他曾看到一名羌族贫困妇女 在网上找工作 于是他立即联系成都一所高校 为那名妇女找到了合适的岗位 李小文的同事评价他 热心、低调、与之相交 如暮春风 同样在学生的眼里 李小文是没有架子的老师 是最不像大咖的大咖 即便在摇杆界像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他带学生的门槛却并不高 他遵循有教无类和阴才师教的原则 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但是对专业有兴趣的学生 他都愿意教 而且李小文宠学生是出名的 他认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学生提出的任何想法 不管是多么的幼稚、天真 他都给予鼓励 有时为了引导学生去实践 甚至采用激将法 有一次 有一个学生观测到 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 西北方向落下 李小文认为 这有备常识 他和学生辩论半赏 也没有达成一致 便对学生说 咱们打个赌吧 同学们做见证 然后各自去找资料 结果资料证明 学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件事让李小文非常开心 他说 合格的老师 就是要让学生 做自己的掘墓人 作家马德曾说 低调的人 距千军若扛一语 拥万物 若携微豪 低调的人 看起来像安静的石块 宁静的池水 其实是 巍峨的山峰 汪洋的大海 远离喧嚣的尘世 并其复杂的关系 安心做学问 才是李小文 心知所向 李小文在生活中 低调谦和 在事业上却有一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 责任感 2008年顿川地震中 他看到新闻上 报道灾区的照片 用的地图是普通的地图 而不是摇杆现实图 李小文深受震撼 他说 我们搞摇杆的 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 钻进去 就算地震殉国了 于是 李小文工作起来 更加拼命了 他白天在摇杆所上班 晚上回北师大 做客题 当时北师大 晚上11点锁门 他特意申请一把钥匙 经常忙到深夜 在李小文和他的团队 共同努力下 我国的摇杆事业 突飞猛进 他本人也获得了 极高的荣誉 和丰厚的奖励 李小文把获得的 120万的奖金 捐给母校 设立了 李迁助学金 专门用于资助那些 学习刻苦 而家庭困难的学生 李迁是他的长女 出生时因为家庭条件差 在两岁时 生病夭折了 李小文用独特的方式 抚平创伤 把对长女的思念和爱 奉献给困难的学生 对于金钱 李小文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说 对于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 很少一点钱 也许就能帮助他 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或是拯救一条生命 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 李小文把自己获得的奖金 拿出来设立了 摇杆基金 用来培养 摇杆专业人才 罗素曾说 一切道德品质之中 善良的本性 在世界上 是最需要的 李小文不仅具有 朴素的善良 还拥有人间大爱 对民族企业 也寄予 因因厚望 当华为向李小文 伸出橄榄枝 邀请他代言时 他慷慨地说 给你们代言 我不收一分钱 如果国家再多一些 你们这样的企业 中国才真正有希望了 一个内心风盈的人 既不诱于物质名利 也不寻求外界依赖 而是遵从内心 张弛有度 李小文不仅生活简单 做人低调 对生死 更是有一种豁达 他曾说过 如果自己病重 不抢救 不插管 不浪费资源 不惊扰别人 可能天上的摇杆领域 也需要他吧 他匆匆地走了 穿着他喜爱的布鞋 向一缕风 潇洒而去 李小文 从一个普通学子 走到摇杆领域的巅峰 拥有辉煌成就 却淡薄低调 始终以简单平和的心态 对待自己的人生 在人心浮躁 红尘嘈杂的尘世 李小文洒脱随性 超然物外 成为一股清流 当我们被过高的物质追求困扰 疲于奔命时 当我们被复杂的人际关系束缚 无力挣脱时 不妨读一读这位老人的故事吧 心中必然会有一丝暖意 一天清凉 与君共勉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